国防外交的委员 在哪里认识的 认识了多久 2018年你还要特别千里迢迢 把他带来台湾 假名义吗 天下男人会犯的错误 对婚姻不忠诚 你对国家族也会忠诚吗 继续选下去 说谎 他嘴巴讲抗中保财 其实上他做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那么未来我们中华民国的安全 谁来守护 还能够相信他的话吗 怎么还有政治诚信可言 这十年诶 想其人之福 把我太太都抬出来了 那你们其他的人奈我何 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不负责任诶 一个巴掌 这样的人 难道他没有失格的问题吗 巴趴啦 哇他是护国立委 现在还护国吗 直接超越 王八千跟超房东的 浪漫爱情故事 打中国为巴一起做出典范 原来他其实这样子当中保台 赵天宁他的整个的人设是大翻车 确实是 因为呀他当初呢说了很 就是等于他用很多的谎言去包装他的人设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好像一个学术家 但是被踢爆说他的论文疑似也是抄袭来的 然后他也包装说他就是一个爱家顾家的好男人 那这个人设也翻车了其实他的外遇时间长达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我们真的要请赵委员跟大家要说清楚 毕竟你是政治人物 那政治人物你背负的又是我们的国防外交的委员 那么你跟这位女士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 那你们认识了多久 你怎么把他弄来台湾 对为什么2018年你还要特别千里迢迢 把他带来台湾 帮他申请到台湾 然后用医美 然后用这个什么渐渐的旅游 但是实际上是行什么旅游的真实的事实 他用假名义嘛对不对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你整个人设大翻车 那这样的政治人物如果说我们还是觉得说 啊没关系啦 这都是天下男人会犯的错 如果你们还是 赵天龄还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 我不原谅哦 我从来不原谅哦 对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婚姻不忠诚的人 我是觉得不原谅的哦 对婚姻不忠诚 你对国家怎么会忠诚呢 对不对 也对 是啊 修身齐家才能治天下不是吗 对啊自己都做不到 家里都管不好 你还想当立委 你还想选高雄市长 而且他今天的记者会哦 他就说啊所以我没有带 因为这个是我做错了 所以我没有带我太太来在家 来开记者会 我都怀疑他太太跟我不想来 但他就这样讲 然后呢他说我深感歉意 请拍摄 跟我的选民说请拍摄 希望大家原谅他 然后就走人了 所以他希望大家原谅他 但是他的后一步是什么 没有打算要 他难道要继续选下去吗 怎么样我跟你讲 我真希望他继续选下去 对希望他继续选 对好不好 赵天宁加油继续选下去 你就继续用你这个 这个大翻车的人设继续选下去 那这样子呢 Maya真的恭喜你 你知道吗 这个用 没有啦 我们是靠我们的理念 然后正直 我们呼吁说所有 希望我们的社会价值观 是正确的 没错 然后这些好朋友们 大家要站出来投票 不要让这些一直在说谎 然后再用一些假人设 在欺骗民众的这些人 让他们为所欲为 他们这么嚣张是谁养出来的 我觉得是民众对他们太仁慈了 那但是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很重要 这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项 那如果说我们选择了一个 一直在说谎 他嘴巴讲抗中宝台 其实上他做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那么未来我们中华民国的安全 谁来守护 还能够相信他的话吗 我觉得根本就不能够相信啦 他连他的家庭都会欺骗啦 对不对 那这样的人 在政治上怎么还有政治诚信可言呢 这真的是没有诚信可言啦 没有啊 我觉得这个对家庭 而且是你说之前有一些说什么 我这个不小心一次两次就是诱惑 这真的是十年耶 这个十年就是摆明了 你就是要想其人之福 这个真的是很夸张 对就摆明了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有办法让他太太就是 然后小山这边继续 太太好可怜哦 对太太很可怜 而且你看我们的网友马上就说了 我们的网友有留言说 赵天玲太太真的原谅了吗 谁说的 他本人有说吗 有人会相信吗 为什么都是赵天玲说的算呢 都是赵天玲说的算 你凭什么帮你太太发言呢 那你这样子的态度 我也觉得非常不尊重女性哦 就是说你自己出了事情 你可以自己道歉 但是你不应该代替你太太来发言 也不应该把你的 拿你的家人当做挡箭牌 当成说好像 哎呀反正我已经把我太太都抬出来了 那你们其他的人奈我何 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不负责任耶 怎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出现呢 尤其身为这个女性的政治人物 这个绝对我们支持女生的权益 绝对没有办法接受 今天这个不要说他太太正宫好了 即便是小三 我们也会觉得小三很可恶 但是小三可恶之余 这个叫一个巴掌拍不像 如果没有赵天玲的这种 小三也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都是男人的错啊 就是都是赵天玲的错啊 是啊 对他现在搞了两个女生 然后这个女生不知道人还在不在台湾 现在照片都被这样公开了 天哪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 赵天玲当你在做这个出轨的行为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替这个女性着想 没错 那个被你欺骗的这位第三者 那他也受到了伤害 没错 那你的原配更是受到了 我想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 那我觉得选民应该要去认知一下 就是这样的人难道他没有失格的问题吗 难道说我们要放任这种行为 因为其实政治人物应该是要为名表率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台面上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已经被踢爆了 他们的人设都是假的 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怎么样 都是在说用说谎来包装他的人设 我们刚刚讲了嘛 他的论文是抄袭的 已经有人出来爆料了 那但是我这边也要质疑啊 就是到底学校会不会去查呢 会不会像处理其他的这些论文抄袭案一样 那么样的快速 还是说会关关相互 然后等选举完了 这个都还没有一个调查的结果 然后又让他又逃过这一关 我觉得赵天玲的论文这件事情 似乎是有计划的在媒体上面减量 你懂吗 就是没有 没什么报道对不对 对 没有被检视 没有几乎被检视 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件事情 大概不会有媒体忽略 如果这个三明治还要护航的话 我也只能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应该要同意的标准去做检视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说 赵天玲他的论文疑似有问题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那这样子对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来讲 又是中山大学 也不公平啊 也不公平 很多人很认真的在写他们的论文啊 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呢 今天早上我们决定要临时开这个特别版 在线上面面直播的时候呢 我就做 马上丢了一个这个民调 哇 两个小时的时间已经9300多票 目前还在累积 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速度 就是说 题目叫做高雄第二选区 民党立委赵天玲啊 竟然惊爆外遇长达十年了 还说太太知情原谅 那你现在觉得这个选区看起来谁有机会当选下一届的立委 第一名国民党成员要87%的人 认为你有机会 对 请梅亚继续努力 对 尤其是为了女生的这个女权 女生的这个权益 女生的这个不要被欺负 这个梅亚继续努力 对 赵天玲只剩8%啦 哦 然后还有一个喜乐岛的郭贝红是4% 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就是12% 就这样子 那 那所以看起来大家对于梅亚的这个支持 我觉得啦 这个 因为我都仗义直言啦 对啊 而且这种事情好 我就说你第六选区的这些 我们不想男生好了 第六选区的女生们 这个不管是年轻的女生们 妈妈们 你还投得下去赵天玲吗 假设今天我是一个妈妈 我女儿受到这种委屈 我投不下去啊 是啊 对这种男人我投不下去啊 我觉得这一次喔 透过这次的事件 大家也可以用选票表达出 大家对于说女权的一个捍卫 能够用选票来表达你的立场 因为如果说像我 昨天啊 不是那个赵天玲的很多的这些照片 被披露出来以后呢 然后我接到很多的电话 我相信 哇这个很劲爆消息 可是他们又跟我讲一句说 不过好像这个台湾对于男性外遇啊 好像容忍度比较高 只要这个老婆出来 拿老婆出来当大剑牌好像就没事了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男生们 你们我希望导正这个社会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女性永远是帮男生 插屁股 对对对对对 你这样很直白我 他闯祸太太就是要出来插屁股 演艺圈也是这样啊 不是吗 政治圈也是这样啊 真的是很可恶欸 对啊那赖清德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件事情也没有出来讲话 赖清德你所推荐的人选 好几个都中箭落马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说 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对他们的批评啊 那难道说你们一样还是 好像退选就没事了 反正澳洲退选那几个嘛 但那几个毕竟还是年轻的 这个赵天宁是已经她是要挑战四连吧 那确实她有相对的资源在高雄 那你赖清德 其实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哦 我觉得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 是不是在这次的事情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赖清德推荐的人选啊 其实民进党内有人是不服的 其实因为你看哦 这些资料都是蛮 蛮难找到的 对对对一定是很亲密的人 或是说很核心的人 他才能够拿到这些资料 所以爆料者他到底是 因为什么样的 给予什么样的想法 也许他认为说 赵天宁把自己的人设 包装得太美好了 那他觉得看不下去 然后觉得他老婆太可怜了 一直被蒙在鼓里 所以他丢给媒体爆料等等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以判断的出来 就是说爆料者 他们绝对是跟他非常非常核心的 那这当中有没有派系斗争 民进党的派系斗争 这也是值得考虑 那还有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赵天宁 他的做法 确实是伤害了所有的女性 那我觉得要捍卫女性的尊严 大家这一次应该用选票 来表达我们的愤怒 我们不应该容忍说 男生你既然结婚了 你就应该要忠于家庭 而不是说你只要闯祸了 去外面出轨了 然后你就是在拿老婆小孩 来当挡箭牌 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是不值得鼓励的 而且我也谴责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个美娜姐也说嘛 地方上其实早有传闻 只是她实在包装的太好了 好像大家也找不到她的破绽在哪里 那现在有人找出来了 而且是一次这么多的照片 通通都出来了 而且那个照片不是偷拍 实质紧扣 就是有些是狗仔偷拍嘛 她不是 她是大大方方 她们两个人就自拍 而且各式各样的这个表情 感觉就是很亲密 很亲密 对 没错 所以你看现在已经很多人都说 美娅加油啊 投美娅一票 女生好委屈 所以我们现在要两个人 要出来讲话 一个就叫做賴清德 对 你一定要出来表示态度啊 賴清德你真的要出来好好讲一讲 毕竟这个你前一阵子才说到什么 哇 是护国立委 现在还护国吗 他交了一个中国籍 其实中国籍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你们民进党叫这个抗中宝台 叫这么大声 在国防委员会 一直欺负马文君 结果你去交一个中国籍的 这个外遇的女生 而且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我觉得他也必须要交代一下 那如果你没有跟中国有机会接触 你怎么会认识这个女生 那你要骗我说你在新加坡认识 那你们这十年当中 到底都是在哪 都是在台湾吗 还是你是去对岸 我觉得他这部分要交代清楚 没错 因为他身份是国防外交委员 没错 那这长达十年的当中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呃 我们国家的秘密 有没有受到所害 而且他可以 如果持续十年都留在台湾 这难道他是不是有动用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不晓得 那呃 我们再分享一下就是几个这个网友的留言啊 他说这个赵天玲已经是直接超越王八千跟俏房东的浪漫爱情故事 哈哈哈哈 然后也有人就说啊 感谢赵天玲礼让了齁 所以意思就是赵天玲你就继续选下去好了 好对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